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3月15号 中国官方媒体用头版头条网络报道方式宣布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月14号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 谈到王立军事件时 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医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大会议周三上午闭幕 紧接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这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全国人大记者会 备受媒体关注 在近三个小时内 他回答了十几个热点问题 记者会上 他首次回应重庆王立军事件 表示会严格依法办理 他肯定重庆市历届政府的工作成绩后话锋一转 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 必须 反思 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香港媒体人林合力接受本台访问时 谈了对这番话的看法 星期四 在台湾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 陆委会发言人刘德勋评论薄熙来案以及大陆的政改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两会结束的隔天立刻被解职 周四 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 本台记者询问台湾政府如何解读本案 如何看待未来大陆政局的发展 那说说那个自由亚洲电台 那个上午 上午最新的消息是 那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遭到撤职 那这个东西就站在台湾的观点 就是说当然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对于我们研判十八大之后 中共这个接 整个接班的态势 跟它政治的稳定程度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就整个 中国大陆本身在 两会的举行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针对他们自己 有关政府体制 有关政局 还有这个整个政府改革的部分的一些声音 我相信他们 透过这样子的两会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的讨论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据本台藏语部3月14号得到的消息 青海警方发布公告 对参与2月份示威活动的藏人现期自首 否则严惩 请看本台TV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本周三是西藏314事件三周年 本台得到一份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南千县公安局上周二发布的公告副本 汉文和藏文对照的告示写道 曾参与南千县2月8日的抗议示威者 应依照警方命令 在2010年3月某日前到公安局自首 否则严惩不待 本台记者就此 周三分别致电南千县公安局和县政府 接听官员均一问三不知 您是哪一位 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公安局是不是上周二发了一个公告 2月8号参加抗议的人到公安局自首呢 我不知道 请问一下2月8号囊千县境内是不是发生过 有藏人抗议示威的情况呢 2月8号 2月8号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昨天才 本台藏语不得到消息 被指2月8日在南千县抗议示威的藏民有两批 一批是集结在县体育场的约1000名俗人 有消息说 他们身着传统服装 祈祷并高喊口号 西藏自由 达赖喇嘛万岁 反对中国政府统治 要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 另一批数百藏人聚集在南千县大寺庙 唱经并抛洒赞巴和大麦粉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饶一鸣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